不少NBA球星都来自于贫民窟 从小家境贫寒 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打击NBA 拿下千万年薪 从此逆转人生 不过NBA当中还有另一批球员 他们去NBA打球 纯粹是兴趣爱好 因为不好好打球 就要回家继承家产 本支影片 我们就盘点NBA历史 十位隐形富二代 第十位 Alfarug Aminu 阿米奴是NBA的一名合格首发3D球员 巅峰期在开拓者 可以拿下场均十分六篮版的数据 阿米奴的名字Alfarug 在尼日利亚的当地语言中 一位君主降临 如此霸气的名字 当然不是随便就去的 阿米奴的太爷爷 曾是尼日利亚第二大城市 伊巴丹的国王 所以阿米奴身上 也流淌着皇室的血液 阿米奴的父亲 18岁就来到美国读书 本想着大学毕业后回国从政 但是却遇到了阿米奴的母亲 一位来自纽约的非裔美国人 于是 他便在美国定居 阿米奴出生于亚特兰大 拥有尼日利亚和美国的双国籍 阿米奴曾经表示 父亲总是嘲笑母亲的说话方式 因为父亲说的是另一种英语 国王的英语 第九位 Luc Bamute 巴默特使一把火箭中的防守汉匠 但是两次因为扣篮导致肩膀脱臼 产生了心理阴影 巴默特出生于卡麦隆 附近是首都亚温德附近村落里的一个酋长 在政府中位高权重 掌管卡麦隆国家就业基金 所以巴默特在NBA会被称为王子 不过 他的家庭条件并没有达到巨富的程度 但是超过中产 还是绰绰有欲 难能可贵的是 巴默特在进入NBA后 为家乡的篮球文化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9年 他在非洲建造篮球场和训练营 让当地更多的贫困家庭 得以受到更好的篮球教育 最大的受益人 就是如今76人当家球星恩比德 以及猛龙队的西亚卡姆 可以说 没有巴默特 就没有两人的今天 虽然大帝是因为巴默特的训练营 加入NBA 但也千万不能小瞧了大帝的家庭条件 非洲拼球 那是大环境 和大帝可没有半毛钱关系 恩比德的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 母亲Christine是一个家庭主妇 也是一名购物狂 经常飞到欧洲度假 在各国购买当地的特色产品 从小 恩比德就接受高等教育 母亲曾希望他做一名医生 在恩比德去到美国大球之后 他的大学队友并不清楚 恩比德的家庭背景 以为他是来自非洲的村民 在丛林打野为生 结果恩比德就以此捉弄他的队友 表示自己在六岁的时候 就用长矛猎杀过一只沉睡的雄狮 然后将战利品 一路扛回了村子 展现自己作为部落男人的雄心 匪夷所思的是 几个队友还就真信了 并且让这一谣言流传至今 第七位 Andrew Wiggins Wiggins 出生于不折不扣的体育世家 父亲米切尔Wiggins 活跃于80年代的NBA 是一名场军十分 3.2篮板的角色球员 曾在1986年打进NBA总决赛 和大孟奥拉朱旺并肩作战 可惜最后未能夺冠 Wiggins的母亲玛丽塔佩尼 是80年代加拿大的400米名教 个人有两面奥运会银牌 Wiggins完美继承了父母的运动基因 这也是他可以成长为NBA状元的关键所在 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Wiggins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性格也挺招人喜欢 比较温顺 但在赛场上 却缺乏足够的野心 感觉打NBA 就是份本职工作 没啥好兴奋的 第六位 Tabo Seppelosha 哈东在雷霆队的三年时间里 仅仅首发7场比赛 而把他挤到屁补席的 就是赛弗罗萨 他是一名来自瑞士的上流文艺圈之子 NBA生涯最出名的阶段 也是在校里雷霆时期 担任队中防守大闸的角色 不过 塞弗罗萨的家庭背景 可不像他的名气一样单薄 他的父亲 是一名来自南非的歌手 兼制作人 在百代唱片公司 出过三张专辑 母亲则是美术界 颇有影响力的画家 曾在纽约的博物馆 和巴黎的画廊 举办过画展 作为两个艺术家的儿子 塞弗罗萨 却对艺术没兴趣 反而更喜欢运动 他的母亲很早就告诉儿子 希望你将精力 投入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世上 赚不赚钱 根本不重要 德里克罗斯曾经这样评价诺阿 我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和诺阿一样 虽然可以依靠父母 但还是选择自己打聘 对于网球蜜来说 诺阿有一个更为熟悉的身份 那就是前法网冠军 亚尼克诺阿的儿子 亚尼克诺阿 曾夺到1983年的法网冠军 是目前最后一个 夺得大满贯的法国人 生涯ATP奖金 就超过350万美金 诺阿的爷爷 是卡麦隆国家足球队队员 曾出战过欧洲三大杯赛 是法甲名宿 母亲Cicillia 则是1978年的瑞典小姐 还获得过环球小姐亚军 不过 诺阿父亲的基因过于强大 导致诺阿的颜值 实在一言难尽 好在诺阿的妹妹 遗传了母亲优秀的基因 与哥哥一对比 瞬间惊为天人 第四位 LeMelo Ball 球哥和三球的父亲 拉瓦尔·鲍尔 人称球蝶 他曾经表示 自己可以击败 巅峰时期的迈克尔·乔丹 但实际上 球蝶在NCA2级联盟的 场军得分 只有3.3分 不过 球蝶靠着一张嘴的暴力营销 白手起家 2016年 球蝶成立了服饰品牌 Big Bowler Brand 并在隔年发售球家大儿子 球哥的签名鞋 售价496美金 当时 球哥还没有被胡人选中 而他的球鞋发售当天 就达到了15万美金的销售额 连坎爷和奥尼尔都有购买 2018年 球蝶的商业利润 达到了400万美金 Big Bowler Brand 也达到了3000万市值 第三位 Grand Hill 希尔的家庭背景十分优渥 父亲Calvin Hill 拥有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学位 还在NFL达拉斯牛仔 担当跑位 三次入选联盟最佳阵容 希尔的母亲Janet Hill 是多个大型公司的董事 曾在卫斯里学院读书时 和希拉里克林顿式同班同学 兼室友 并且在1978年 短暂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特别助理 与国防部对见 而在格兰特希尔被活塞队选中的当天 他就接到了克林顿打来的贺点 希尔是家中的独子 而是家中的前院 就停着奔驰和保时捷 各种明星 政治家 运动员 都是家中常客 不过 希尔从小就非常低调 每次上下学 都要求父亲开着家里的大众去接送他 希尔在NBA兢兢业业 退役后直接进入名人堂理事会 有这样的家庭条件 希尔还如此勤恳地打球 足以体现他对篮球的热爱 比尔·兰比尔是NBA历史最粗暴 最肮脏的球员之一 也是90年代坏小子军团的邪恶轴信 他曾在私下里口出狂言 我打NBA唯一的理由 是在这里可以合法殴打黑人 听到这样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经历过什么童年阴影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兰比尔是NBA赛场上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威廉·兰比尔曾在多个公司担任总裁 叱咤商界 16岁时 兰比尔就拥有了自己的豪车 住着大别墅 开游艇 尽享奢华 在微笑刺客托马斯 欠下自己的第一份大合同之后 他给母亲买了一套豪宅 就买在兰比尔家的正对面 因为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生活 那个时代 NBA球员挣的钱远没有现在这么多 没有几个白人富商会让自己的儿子 去篮球场上拼命 但是兰比尔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只能打NBA应付家人 他曾经表示 我讨厌篮球 我每天必须跟一群充满臭汉的苦力工人 去抢一个丑陋的球 当我夺冠的时候 我的感受更甚了 我感觉自己非常没用 上帝为什么要我干如此低劣的工作 就算我拿了冠军 我也永远赶不上我的老爹 第一位 David Lee 大卫里 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吃 他的爷爷Desmond Lee 是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他的公司靠出售裤子压线器和挂钩 在1992年的销售额 就高达1亿美金 一年后 他将公司卖掉 套现7000万 并用这些钱建立慈善基金会 用于回馈家乡圣路易斯 他还在当地建造了一个动物园 并经常带着大卫里去喂狮子和美洲豹 2005年 大卫里在首轮第30顺位 被尼克斯选中 当时 他的队友们并不清楚他的家底 直到5年后 大卫里通知球队 要去参加爷爷的葬礼 并且乘坐的是家族的私人飞机 球队这才恍人大悟 看傻了一众队友 不过明明可以靠家族吃饭的大卫里 却偏偏选择靠自己打出一片天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高富帅 不仅如此 大卫里还娶过两任妻子 第一任萨宾娜加德琪 是一位三国混血的顶级美女 曾获得2002年的世界小姐 2016年 两人离婚后 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魂归宿 随后 三巡老汉大卫里 又和90后丹麦网球冠军沃兹尼亚琪结婚 两人的净资产 不相上下 公计达到1.1亿美金 可谓是强强联合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下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